車出現狀況 閃著警示燈 慢慢停靠在車道上 駕駛下車後 在人行道打電話報案 就這樣講了四分多鐘 完全沒有擺放三角警示牌 結果一輛白色轎車出現 他嚇得揮手示意 但似乎已經來不及 轎車直接追撞貨車車尾 打滑占用兩個車道 血碎一度封閉 消防人員拿起器具破壞車體 趕緊將受困車內的駕駛拖出來 臉和頭部有多處撕裂傷 沒了呼吸心跳 送醫治後仍然宣告不治 白色轎車車頭嚴重迴損 扭曲變形 引擎蓋都掀了起來 擋風玻璃和車體零件散落一地 死亡車禍發生在十二號凌晨四點左右 國道五號北上二十一點八公里處 雪山隧道內貨車司機 沒有擺放警示牌 責任還有待警方釐清 只是隧道事故頻傳 雪山隧道就曾在雙向設置彩色燈具 每小時換顏色 讓駕駛不會睡著 主要也是因為進出隧道光線改變 會產生黑白凍效應 眼睛需要五到十二秒反應 而行駛中燈光昏暗 路線比直 就像催眠一樣 眼睛反應時間也會拉長 雪碎內沒保持安全距離 四車連環狀 高工局統計到今年十一月 國道發生五十三件死亡事故 其中二十四件在深夜十點到凌晨六點 佔比高達百分之四十五 主要因為謊神注意力不集中 甚至疲勞駕駛 提醒用路人開在隧道 還是得格外小心 華視新聞 陳心慈 張正惠 宜蘭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